大家好 升旗易得讀 今天是2024年4月8日 今天是星期一 今天也來到農曆年的2月30日 今年是甲晨年農年 我們現在正在處於清明期間 這一節我們將要回來跟大家研究 香港這個極具爭議性 的垃圾徵費問題 最新建制 親北京人士又再爆發大內訌 我們早就知道 這個垃圾徵費 對於很多 藍絲來說 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因為今時今日 香港的經濟環境 零售環境 消費環境已經夠差了 而香港政府 四周圍搜刮民間財富 在這時候強推 垃圾徵費 徹底令人覺得 是為了免財而做的 跟環保無關 實際上 要環保 也 其實也不爭在 香港一向都不是那麼環保 香港 亦都在這個世界上是彈軟之地 是很小的地方 雖然人口密集 你問我 要搞環保 很簡單 叫香港的環保團體 回去中國大陸維權 如果他們能夠成功 令到深圳政府聽他們說 我就會贊成的 OK 很簡單 你叫香港的環保團體 回去 廣東省逐個城市銷售 如果你不是焦頭爛額 你回來告訴我 到時再跟你研究 香港應不應該垃圾徵費 所以是沒有意思的 中國大陸 環境污染 還有中國大陸的人口 都遠遠比香港 高出很多倍 好了 香港還不環保 意義很小 結果這些親北京人士 也最近撰寫了文章 是大大力叫香港政府 要擱置垃圾徵費的 建制又來了大內空 我們繼續詳細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 節目按LIKE 繼續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堅持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臨時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請各位 記得繼續運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方法很簡單 繼續打開我們本台的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再播放 再加手動點擊 敬請各位 記得幫忙支持 經濟能力許好的聽眾 希望你繼續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也請各位 記得安裝VPN 話說這個親中人士 叫做勞民端 這個是福建人 亦都是 政協委員 最近撰寫了文章 開宗名義 說到叫香港政府 各自 垃圾 徵費 文章當然 字眼全部是親共的路線 大家忍受一下 基本法23條 在教和平社會氣氛之下完成 成王 各界期待 盡快聚焦民生經濟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這個垃圾徵費引起 廣泛社會爭議 他沒有用過徵字的 他用過收字 是代表 但是大家都知道這是一個徵費 因為徵收 就有官府對民間收費的意思 所以他故意不用過徵字 故意寫垃圾收費 他說爭議越演越烈 有大量媒體 爭相報導 成為了 街頭巷尾 所有香港市民聚焦的話題 但是抱怨之聲 不絕於耳 他說有四個觀點 第一 備受爭議的垃圾收費 是當年由激進的反對派提出的 他們部分人還在監獄裏面 我們相信 盧文端所說的激進派在監獄裏面 應該說 是新界西的立法會議員朱凱迪 我們所有人都知道 朱凱迪一直 都在香港 代表環保團體 他說 是上屆政府 在繁政治化 環保高壓之下定出來的政策 是一項 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第二點 他說先行 的亂象 反映了香港還未準備好 現階段不適宜進行垃圾徵費 坦白說 我們大致上是同意的 不過當然有很多人不同意 叫他 不要露屈這個在監獄裏面的人 好了 不過你說他叫他不要露屈 雖然這個政策是政府推 但是 這個我也挺肯定是香港的環保團體主張的事情 所以搞清楚我的問題 這次的政策 不是由 裏面的人推 但是裏面的人 應該是贊成的 邏輯很簡單 如果香港有人搞 是普選 我是贊成的 但是未必那個搞手是我 就是這麼簡單 第三點 他說政府擱置這個垃圾 徵費 的爭議 不是 環保的大原則問題來的 因為 香港要堅決擺脫 環保道德綁架 其實真的等於對現時的親建制的環保團體 是直接開火的 直接說這班人是道德綁架來的 這件事其實我也同意 其實既然香港的社會 對垃圾徵費有這麼大的爭議 其實 正常的社會是不應該堅強通過的 只有獨裁政府 才會 在有大量反對聲音的時候 強行通過一個事情 而且正如我們早前跟大家詳細分析 基本上這個垃圾徵費 得罪的是大量在香港做生意的藍絲 而不是 對任何人有幫助的 雖然說 現在的香港政府 還有魏立法會 不需要藍絲投票給他們 但是 現在的魏政府 這個魏政權 基本上 支持的仍然是靠這班藍絲 最低限度是精神上的支持 搞了一個 垃圾徵費出來 令到大量的藍絲翻桌 這次繼肥媽之後 又輪到盧民端 證明其實建制內部 對於這件事 是相當相當之矛盾的 當然大家也不要 理解說盧民端站在人民的這一邊 他們 這班人是絕對不會這樣做的 只不過 他們現在 是覺得 那個 香港政府被環保團體騎劫 即是說 其實建制內部也有很多人覺得 是沒有可能 被那班環保團體 無端端騎劫了整個香港政府回來的 在他們心目中 香港政府 是激進戰狼騎劫才對的 不應該是環保團體 是不是很容易理解呀 不難理解呀 是不是 一大堆 在2019年的激進戰狼 再做了反美戰狼 出來露罵美國是黑社會 才能夠上位 現在你隨隨便便出來跟我說環保 就想騎劫了 整個香港政府 對 香港的建制派來講 是一件不能夠接受的事情 因為 根本就是政治鬥爭 環保根本不重要 在他們心目中 我早就跟大家說了 香港最不關心環保的人 一定是藍絲 因為他們每一件事跟你說發展經濟發展經濟 每一件事問你有沒有錢賺 誰都知道環保是沒有錢賺的 除非 香港政府 發幾個牌照 給他們 做獨家環保生意 環保生意就有錢賺的 在歐洲 環保是大產業 香港目前 是沒有什麼環保產業的 如果香港有環保產業 我們可以400%保證 保證又會變成地產霸權 例如很簡單 你搞個回收廠 快地 政府不會給你 如果 政府說推動了 就會變成了 數碼港 河套區 科學園 保證又變成地產項目 所以香港 根本就不會有得搞環保 有環保又是變成 送利益 給既得利益者 還有要補充 香港的環保 從來都是地產商支持的 為甚麼地產商會支持環保團體 因為 環保事業 是用來控制香港土地供應的 例如郊野公園 例如填海 只要地產商控制了環保團體 香港 就能夠鎖定了土地供應 只要有足夠的環保團體 出來反對某某郊野公園 是用來蓋房 反對填海 其實這等於 地產商長期 控制著貨源 這就是股票術語 貨源歸邊 因為有貨的地產商 只要控制 外面的街貨數量 就可以達到壟斷效果 所以根本 長期以來 香港的環保團體 都跟香港的地產商 是大力掛勾的 這也是根本 人所共知的事情 最後補充 經常會有很多 關心我們的聽眾 問為甚麼我們 那麼多人 那麼不妥我們 好像一有機會 要拼命抹黑我們 是很正常的 因為我們 把剛才那些實話 告訴大家 你想想 社會有那麼多利益 一定是得罪了很多人 我們也不打算 要吃四方飯 如果是這樣就不要做媒體了 也不要做時事評論 如果 吃四方飯 四周圍 打工作憂 也不揭露真相 跟 中國大陸的維穩媒體有甚麼分別呢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黑池的酒店 我們為了 香港人 提供一個很便宜的居所 大家剛剛來到英國的時候 其實很難即時可以找到屋子租的 所以我們為大家提供一個廉格的暫住服務 大家可以用一個很低廉的價錢 租住 我們的酒店有單人房 有雙人房 有家庭房 每個月有300磅左右起 提供一個短期的居所 只是收一個月的暫金 大家最少住一個月 所以 價錢 不是很貴 也不需要帶很多錢才可以來英國 或者經濟方面 不是那麼鬆動的朋友 提供了便利 我們也有旅遊包車服務 可以藉由不同的地方 接送去到黑池的酒店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話 可以直接向我們的酒店負責人聯絡 馬上來音樂 雷